安波足球快信,2021年1月13日,山道士恭候小寶家 星期四清早,南美自由杯准决赛次回合正式打响,届时山道士将在主场迎接竟女小寶家的挑战 两对手回合满平收场,双方金仗为了争夺一个决赛值为势必用尽全力,次回合激战在常规时间内似乎难分胜负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山道士在准决赛首回合作客小寶家,最终双方战成0比0,球队并未能在客场入赌波 无疑令球队在次回合显得十分被动,一旦小寶家在客场入赌波,山道士必须击败对手才可以晋级决赛 山道士近期的整体状态较为起伏不断,他们试过不敌华斯高,亦试过击败巴甲领头杨胜保罗 球队的表现较为神经都,不过山道士近三场比赛都保持不敗 山道士在今届自由杯上主场战职为三胜一和一负,主场的表现还算不错 球队上一圈正在凭住佐治同马里奥马连奴的入球主场大炒金美奥晋级 虽然山道士在自由杯上经验不及小寶家,但是球队近期的表现有能力在主场保持不敗 若然想晋级要在拿到入球的同时避免后防线输球 另一边上,小寶家已经连续三界至小杀入准决赛,他们近年在自由杯的稳定性只有何藏能够相提并论 小寶家在首回合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只能接受一场门和,不过幸是他们在防守没输球 这样令他们在次回合首尾占据上风 上将作客面对小亚根廷人,射手艾比拿终于找回射球的球鞋 这位球员的入球一度令球队反超,不过比赛最后段被小亚根廷人抓住机会 最终小寶家作客二比二战和小亚根廷人 这场比赛之后,虽然球队近六场比赛拿到三胜三和的不败战绩 但是过去三场各项赛事都不赢球队的增胜能力下降不少 这次走坊山道士、维拉、卡当拿和艾比拿等攻击手 需要为球队拿到宝贵的作客入球,力争是客场保平增胜 你听着安播足球快讯,留意军报道 记住subscribe我们和赞我们的专页 好帮不等人,立刻下载M直播,收看精彩足球、篮球的赛事